南京高官日前推翻了五年前彭宇案的结论 并强调彭宇案不是社会道德滑坡的反面典型 但民众提出质疑说 当局为什么要掩藏真相五年 媒体为什么不公开真相 彭宇为什么会隐瞒国人五年 下面一起跟随记者去了解 四年多前南京彭宇案引起民众对跌倒老人是否可以搀扶的激烈讨论 当时彭宇自称实见义勇为搀扶被撞倒的老太太 但是这位老太太却咬定是彭宇将她撞倒 并且向彭宇索赔双方对不公堂 南京古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彭宇应付给老太太医疗等费用的40%共4万多元 当时舆论哗然认为法官惩罚好人 但二审时双方达成和解而解案 当时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在17大会议上声称 彭宇案和解对社会对各方对舆论对将来社会影响 对道德示范都有好处 但人们认为彭宇案种下了民众不愿做好事 甚至见死不救的祸根 之后各地发生了多起老人摔倒无人施救的事件 还有去年10月18路人末世被车撞伤 倒在血泊中的两岁女孩小月月事件 每个事件都在拷问中国人敢不敢服 本周一 瞭望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 南京官方称彭宇承认与当时人发生碰撞 赔偿1万的深度报道 文章中 南京市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说 彭宇曾承认确实与老太徐寿兰发生碰撞 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其实并非实施真相 可是刘志伟解读的所谓真相并没有得到民众的信任 反而提出许多质疑 苹果日报专栏报道指出 南京高官的解释显然是急于要为李源潮解套 但反而揭开了被掩藏五年的浓巴 报道说连江苏卫视民主播孟非也公开质疑 如果这就是真相 为何如此简单的真相 直到今天南京官方才肯出来说话 谁又应当为真相不张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负责 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朱欣欣向新唐人表示 彭宇这个案子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起到了不好的示范 如果法律它在处理这些事情上 纠纷上如果对这些坚守道德的人 反而造成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反而就做好事补得好报 这样它无形中就向社会发出这么一个信号 就是说你选择这种道德的行为 你付出的代价了 不能得到法律的保障 朱欣欣还表示 中国的媒体和司法部门已经失去了公信力 这么长时间没有让广大的公众了解真相 这跟中国的一个是新闻媒体的 没有自由的自主的这种报道权利 这个有关系 同时跟我们的司法受到公权的 政治权利的这种影响 在控制完全有关系 所以说在中国官方媒体 还有官方的这种发言人的这种公信力也特别差 而网民也嘲笑说 如果我是彭宇 我也不忍心看到全国人民因为这个案件不在乎老人 干脆默认南京高官现在的说法 新唐人记者长川朱棣采访报道